大家的家里有废旧的洗衣机电机吗 其实每年家里都会有不少的电器损坏 但是卖了不仅可惜 而且也是不值几个钱 为了能让这些废旧的电器有更大的作用 今天就来把一个废旧的洗衣机电机 给它改装成一台家用的发电机 这样也能降降家里的电费开销 减少一点生活支出 首先改装的第一步是先把发电机的外壳给它拆开 拆开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结构是由一个转子和定子组成 现在先把它的转子给它拆卸下来 来给它做一下改装 这里如果想要这个电机能够进行发电 需要让这个转子上具有磁性 所以现在这里是找来了一些这样的磁铁片 把这些磁铁片想办法给它安装到转子的上面 这样就能使带有磁性的转子 在线圈里面做磁杆线切割运动 从而发出电流 再通过接线端子把这些电流引出来使用 现在是通过一台搅磨机给这个转子的表面 切割出一些可以镶嵌磁铁的槽位 切割完之后 给这些槽位的上面打上一点胶水 然后按照南北极间隔的方式把磁铁给它镶嵌上去 镶嵌完这个转子也是具有了一定的磁性 现在就可以把它安装回到电机的里面了 这里如果有对这个发电机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赞把视频收藏一下 给视频留个记号 免得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找不到了视频 处理完之后 给它放到一个做好的支架上面 然后给它的转轴处装上一个皮带轮 以及套上一根皮带 再给它拧上螺丝 把它固定到支架的上面 固定好之后 还要再给它接上一个可以接电的插座电源 再把它们的线路也给它连接一下 搞定之后 这台发电机就已经是制作完成了 现在把它拿到了户外 来给它做一下发电的测试 这里先把汽油机进行启动 然后发电机就开始进行发电工作了 现在给它接上一个灯泡 可以看到灯泡也是正常的点亮 不知大家觉得这款发电机怎么样呢 可以把你的看法的在评论区发表一下 喜欢改装制作也可以给小编点一下关注 我接下来将会分享到更多实用的制作 我们下期再见